他说本来位数在台北的宪兵营只有5600人 但现在已经扩编到10600人 很多都已经进入了实战的备战状态了 那我就很好奇这个数字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这么多的话 那又代表什么呢 有 它的确是宪兵有扩大编制 你说光是台北就这么多 因为宪兵主要是集中在台北 那全台湾 因为其他地方没有什么需要宪兵的地方 因为那边重要人物比较少 顶多大概只有陈其脉 黄伟泽 这些可歌可泣 其他的民进党重要人物全部在台北市 面对这个局面就表示说 民进党政府有感受到的斩首行动的压力 斩首行动怎么斩首呢 第一个当然是用导弹斩首 那第二个用什么 就是用它的空中突击队来斩首 看斩的是谁 所以会有不同的部署 然后导弹斩首的话 宪兵部队基本上没什么用 但是如果是所谓空中突击队的话 宪兵就有用 要牺牲多少宪兵可以保卫一个人准备逃亡 那个人是谁 我们的心知肚明 因为现在我们台湾的制度是说 万一两岸发生战争 有一些人有一张安全小卡 可以马上有安全让你把你送到安全的地点 包括你的家属 那其他人就听天由命 基本上民进党是打这个算盘的 那可是问题是要保护这些人 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一万个人以上的位数部队 我们讲的叫位数部队 它只是变成什么 变成宪兵部队而已 那我们台湾的宪兵 某种程度是由轻步兵转到重步兵的过程里面 因为很少有国家有宪兵配备什么装甲车 什么之类的 台湾开始配备装甲车 就是由轻步兵转到重步兵 就是要准备迎战解放军的空中突击队 但是我也很坦诚的跟各位讲 那个都是什么 都没用 因为他可能不了解解放军的空中突击队的武力有多强 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如果他知道 就是说 宪兵们弟兄只是人家的肉包子而已 那你要保护谁 保护蔡英文 现在你要保护赖清德 或者是保护民进党的什么 中常委或者部位首长 想太多了 我觉得最好就是要为台湾献身 因为现在不是大陆海警船 金门水域吗 那我建议民进党就下令 叫管碧玲带着沈柏阳 带着王定宇 带着林楚音 还有带着邱国正 或者带着什么 就到金门海域 去表现一下 驱离海警船给我们看 那驱离海警船不要被 郭正亮嘲笑说是伴游 你真的要开过去改变那航向 注意到没有 海警船的航向没有任何重大的转变 因为如果有被驱离的话 一定会有很重大的转变 结果他顺顺的走 表示说你在那边喊 而且海警船还倒过来告诉你 请问你是谁啊 你家住哪里啊 你到大哪里去 他在执法 他在执法给你看 那你在喊什么 所以两方面已经到的 在金门水域共同执法的 那这个正是谁表现的机会 是伟大的民进党表现的机会啊 那怎么可以放弃呢 你们就开了海巡船 走到解放军的海警船旁边 跟上人是要撞船给大家看 用耶 用干嘛台湾人 你不敢撞船的话 就是无始在想的闹肿 是啦 不过从2月14号 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 这个大好机会 他们始终愿意放弃 他们都始终都是什么 都离那里很远 然后在这里要加强什么 台北的安全 第六个宪兵营都来了耶 对不对将军 干嘛要搞这么多嘛 然后呢 把这个文山区的居民 弄得好紧张 赖事保委员 那是他的这个 当地的这个居民 都跟他在抱怨 但是还有 584旅联兵三营战备部队 还模拟敌对重要目标 实时突袭了 这是在加强演练了吗 然后在大马路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那里经过着 所以这个到底 又是做什么样的训练 想对付谁呀 这点我就有所感了 因为我就是卫序部队 我刚毕业的时候 下部队是卫序部队 我特别讲为什么 原来卫序部队要改成宪兵 因为那时候是陆军 一个重装师 在台北市 负责台北市的卫序责任 师部就在哪里 就在原山 那我那时候据点在哪里 在符合桥 我负责手符合桥的 那带了一门腰中六炮 堵住那个桥 怕有战车冲进来叛变 讲明的就是这样 24小时 对不对 那门腰中六炮 这个炮弹随时准备上膛 炮弹就摆在旁边 你怕蒋伟国的装甲车 对对对 那时候确实是这样 所有桥梁 我想说到我们这种年纪 应该都还有印象 所有进入台北市的桥梁 都是步兵部队 在站这个高速公路 或者桥梁收费 收费的有没有 那时候包括中校大小 都还有收费 旁边一定站一个 不是卫兵 也不是宪兵 是步兵 站在那边守桥 那后来那时候 就觉得说 好像你这种重装师 在台北市里面 首都 这感觉上面像是 一个戒联部队 所以就把陆军撤走 把我们这个部队 撤到领口台地 负责守台北市的外围 所以冬装师 是守台北市的外围 那内围部队里面派什么 派由空特部改 换装 换成宪兵的衣服进去 就宪兵给人家感觉上面 比较不会有那么 这个军事味道 军事戒严的味道那么重 所以那时候是由陆军的空特部 改编 穿宪兵制服进来台北市 里面担任这种 所谓的任务 但是这次来讲 宪兵要扩编 你看看 从这五千人扩编到一万人 我们陆海空 山云加起来 不过是十七万人 你拥有了一万人的宪兵 在守台北市 你觉得这个比例合乎原则吗 不是守台北市 守总统 不爱特区 其实我特别要说 我们那时候在台北市 卫序的时候 就有几个任务 第一个当然就是 保护元首的安全 保护行政中枢的安全 这个指挥中枢 第二个我跟你讲 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什么 叫震报 震报 所以这次这一万一千人 我上次有讲说 这扩编的一个 背后一个 比较更深一层的目的 就是为了震报 但是很多的国防部里面 很多人 撬出来马上反驳我 但是我今天还要再讲一遍 就是震报 为什么 我们今天看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包括现在以色列在内 有没有在里面抗议的分子 就抗议纳坦雅胡的 以色列人民 这两天还闹得更凶 不管是俄罗斯或乌克兰境内 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发生作战或战乱这种状况之下 一定会有民众反战的人员 出来抗议 反而我不要打仗 我希望和平我干嘛 一定会有这种人员出来 那这时候就是宪兵出来压制 这时候出来的话 我们的警察有没有能力 去质押这些人 应该是没有能力 那由军队出来的话 又感觉上面好像去镇压老百姓 所以最好是穿着宪兵制服的 这种军人来出来 所以说我再一次强调 除了说宪兵扩编 除了说蔡委员的讲的 提供这些人员保护之外 党政军的高层保护之外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深层的目的 他是不是也赋予说这些宪兵 到时候如果台北市里面 万一一战作战 发生暴断的话 发生抗议事件的话 就有宪兵 因为警察可能那时候已经没有能力 执行这个镇压的任务 可能要交由宪兵来执行 所以宪兵才要扩充 你看这合不合比例 17万总共陆海空陆战队加起来 17万你用了1万多个宪兵 在台北市里面 你觉得对不对 我觉得不太合乎 1万多人可以变成两个 两个十兵旅 那你这两个十兵旅 你用来守台北市的外围 在我们现在兵源不足的状况下 不是很珍贵这些兵源 你用来不管你是守第一线 或者守台北市的外围 来讲我觉得更重要 那包括这次来讲的话 这584旅是湖口的庄甲旅 我觉得他这个演练是对的 因为战车或者是装甲车开出来 在路上让官兵实际上面 在马国上面跑一遍 那毕竟跟开汽车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管视线死角或怎么样 是完全不一样 让他熟悉 我做的那个时候 必须要经过路线 死角在什么地方 让他熟悉这个路线 我觉得是一种正确的 如果说就战备角度的立场来看的话 我个人来讲是支持 当然会制造一些噪音或交通不便 也希望我们民众多支持国军 多支持国防部 在这个方面来讲 多多包含 在耐一下 让国军能够实地的 实战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做一次实际的演练 让官兵熟悉 作战地区的地形道路 等等各项的作战条件 我想补充一下 丽将军那个 就讲到这个扩边的部分 因为最近我们第一梯的 一年兵回训的新兵的训练 回去他们加一个东西 以前我们是没有的 我是一五年入伍的 我们当时的训练 连单战实战 几乎都没有办法恢复 那还是因为我们那个旅长 是从高师当会掉下来 他还动员了 因为你知道那个 在新训的时候是 自愿意的当这个教练 等于就当这些四军官 他们还每天值班 然后加班去把那个训练场恢复 我们才有那个实战 可是到现在最新的实战 他是要加一个打一个枪声 就是机枪我空弹 也就是现在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第一线部队 他现在要让他有个实战感 还有最近冒出几个很诡异的新闻 一个是金门有美国的部队 然后最扯是澎湖上市 不是有几个美国的 就绿扁帽吗 对 然后美国的军官跟 在澎湖跟他吃饭 被台湾人打嘛 对啊 就是最后不敢报警 不是说是在声色场所 对啊 那为什么不敢报警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这些可能都是怎样 外报 他是受AIT管制 我们没有执法权 他们没有执法权 他是被我们打 他如果告我们的话 那难道把我们的人 把我们台湾老百姓 送去给美国审判吗 不行吗 因为AIT他是有 享有这种领事这个 领事裁判权 所以这个 其实现在的状况 真的是非常非常严谨 不是说像这个 我觉得民进党 他是感受到明显的压力 而这背后事实上是因为 中俄被靠背的机会 再加上一个 这个伊朗加进来之后 整个国际的大局势 很明显 现在美国很难 轻易的削弱中国 所以就只好 这个给予这个很多 给加强武装民进党 可是问题是你加强 真的能够得到好的结果 这是个大问题 不过说真的 大家不想开战 现在年轻人都只想说 我希望能够安居乐业 多赚一点钱 就开心了 那不要说是台湾 大陆的朋友 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可是你说 现在到底是不是 越来越难赚 还是说现在比较一下 两岸的年轻人的感受 我们看到 其实有不同的报道 都有凸显出不同的一些 这个看事情的角度 你看PTT上面就有人po文 说最近很多 00年后的年轻朋友 去过大陆后 改观了 以前一直觉得 大陆人很穷 现在发现 真正穷的是台湾人 大陆城市建设 随便都能赢过首都台北 而连三线的贵州城市 都赢台北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蔡委员你先说 那我也想问一下 我们线上的网友 他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请加一 你的感受 你看到的真的是如此吗 那蔡委员 贵州城市有没有赢台北 我不知道 但真的有很多的 三线的城市赢台北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 那因为台北卡在一个 都市更新 根本动不了的处境 所以可能未来三五年 甚至十年 你看到结果 还是不如大陆很多 能够全面做都市更新的 三线城市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这个缺点 那这个台北市吗 不是整个台湾都是如此 那都市进步是另外一回事情 大陆现在的经济成长率 已经几乎每一年都延过台湾 像我们去年多少 才一点多的经济成长率 大陆就是5% 所以这个差距会越拉越大 越拉越大 那拉大的结果 最后你说 我们台湾台积电的半导体 大陆也会有很多的台积电出现 这个就是台湾很大的考验 那台湾有一个很重的心结 以前在国民党执政时代 为了维持国民党的合法性 都要告诉我们的百姓 哎呀大陆多招多招 说我反共大陆才有这个合法性 然后到了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就学习国民党 我不统一 我要台独 我要反对 抗中反中 大陆有多差 大陆是有很多很差的地方 但相比之下 台湾也没有很差的地方 台湾也有不少很差的地方 那可是他一路就觉得 大陆很差 所以我们不要跟他来往 等等的 那不要来往 人家一天一天比你进步 那你能够赶得上吗 这是最大的问题 对确实 不过讲到这个薪资 这个我请教一下历史哥 你看他讲大学毕业后 相关科技基本工资 是8000元人民币 大概折合台币3.5万左右 那随年资上升 薪资也会有所增加 所以呢现在你刚刚看到的是 基本工资说是8000元人民币 那但是呢 有一个就读于台湾清大的 大陆交换生 他看到呢 这边有一个成征五碗班公读生 好的这个告示 时薪185元台币 折算人民币大约是45块啦 那他就说 一天如果工作8小时 一个月工作30天 这个都不休息 这算错了吧 然后说收入就可轻松 超过万元人民币 收入甚至比在大陆当正值还高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大陆的这个物价 跟我们这边的物价也不一样 然后不同的城市 其实也不相同啊 所以可以这样比吗 台湾No.1嘛 为什么因为最近 主机数公布 一个8万5的这个军薪嘛 那还有就今年的 这个年终奖薪 大家还当时 主机数也公布了一个 两个月左右 我知道一大堆更没发 甚至只有 这半个月就偷笑了 就是台湾现在有很多 这个统计是很奇怪的 不过回过头来讲 这个第一个 怎么可能工作30天 就我们公司的这个妹妹 放假就放假 你要加班 第一个加班费要多一点 第二个你还要带他 这个对他好一点 对他你还要请他说 今天真的有事前麻烦一下 他有没有跟你要周休二日 一定要周休二日 我们公司绝对周休二日 所以现在这个主要问题 台湾是缺工 薪资的上涨是来 最主要是来自于缺工 那另外一个是不平均 就我们的荷兰病很严重嘛 就这个头部产业非常发达 那就是但是他的所聘用的劳工 可能只有5% 可是大部分的人呢 他的薪资在滑落 最近有个新的数据出来嘛 连续七个月租金都上涨 都上涨 这个持续上涨 而且这个之前租金指数 已经来到历年最高了 这为什么呢 因为就代表说 整个生活成本大幅上升 所以每一年政府都在调基本薪资 所以让大陆的朋友看到一个假象是 我们时薪185块很高 我跟大家讲 185块你在台北 如果你真的要请 搞不好还请不到人 你搞不好还要再拉高一点 你可能要拉到190块 195块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 就缺工少子化 非常严重啊 那现在大家去看餐饮业 大多很多都变什么 都是越南的朋友在经营 像我昨天去吃一个锅烧意面 那那个老板就驾驼台湾郎 他太太是越南人 整间店员工除了老板之外 都是越南的朋友 我猜就是他太太的亲戚好友 或者是同乡 带过来做生意 所以他才可以控制在他的 他的生意非常好 成本才能够控制 对 所以他卖的没那么贵 以台北来说 但也不便宜 一碗锅烧意面卖到120、150 也不是随便 以前我们锅烧意面50块 45块 现在这个落差很大 所以这个是整个的现况 所以回过头来看说 这个他讲了这个 我觉得他这个计算是有问题 他其实只是想要去说 哎呀你看大陆现在经济不好 大陆经济好不好 确实没有之前好 可是有一件事情一定要了解到 大陆的物价 相对于他的发展程度是 非常价廉的 甚至廉价到有些问题是通缩啊 反而是物价升不上去 大家开始在担心啊 因为物价太低 升不上去的时候 这个通缩如果下去的话 很有可能导致反而变成消费 也不正 因为你整个经济就停滞下来 这个最后可能变成滞涨嘛 就是你整个这个 这个消费性会整个萎缩嘛 确实 那大陆的PPP早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我记得2023年的时候 我刚才特别回去查 纽石还出了一篇文章来洗地 因为当年度呢 用PPP算的话 现在目前中国大陆的GDP啊 已经是最高了嘛 那其实这就反映一个现实就是 中国这几年的经济成长很快速 但是因为它的独特的这种社会主义的这种体制 它把它的物价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还有另外就是中国大嘛 所以中国大很多东西可以自己生产 它本身的这物价相对低廉 所以要比的话 不能只是这样子齐头式的比 台湾的就是表面上的收入 当然一定会比大陆还要高 可是实质上对岸 不管它拿8000人民币 或者拿6000人民币 是拿4000人民币 实质上它可以所享受到的生活 还有基建 它的状况会比较好一点 丽将军 我们刚刚在比较了两岸的人名 年轻人他们现在目前 这个收入啊 生活的水准 可是说实在 你看看在台湾 你还记得那太阳花吗 当时有多少太阳花的药角们 结果现在很多人说 不错耶 日子过得都挺好的 有太阳花 他们你看 来来来 我们要一个一个盘点 其实在这个里面 不用我多说了 光是在讲林飞凡 大家都知道他零九万嘛 黄国昌现在是当立委 苗博雅 吴征 赖品宇等 不是都后来顺利的踏入政坛了吗 那么都成为政坛的明星 结果当初在那里 怎么样反服貌 反对 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 结果后来他们在踏入政坛了之后 还是一样啊 有在那里反对 可是很现实的问题是 照样在那里享受着 这个EGFA带来的红利啊 不是吗 其实太阳花 真的是讲起来很感慨的 确实是台湾的政治 从太阳花之后 确实是有一个 很大一个转折跟改变 其实是两岸的关系 也因为太阳花 这个反服貌的关系 然后让两岸走上了一个 分裂的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没办法融合的一个 政治的一个形式 但是太阳花里面 除了少数这几位 能够出人头地 能够获得一个 享受一个优越的生活之外 但是我们看到 更多的太阳花 那时候参与的人 陷于一种南道女仓的行为 这让我们觉得说很感慨 原来我们台湾政治的改变 是因为这群年轻人 那时候在那边 这个起哄瞎闹 然后民进党掩护他们 去做这些事情 我记得那时候 他们闹太阳花的时候 去霸占立法院的时候 甚至于民进党的 这个柯建米娅几个 就挡在门口 对 掩护他们在里面 胡作非为 然后没有任何法律 可以制裁他们 然后他们在里面 也可以说是 做了一些不堪入目的事 那这些人最后改变了 我们台湾人民的生活 改变了台湾 我们经济的一个状况 我们各位 在电视机前面观众 你认为福气吗 当然少数几个 因为踩着他们 这些同志的血泪 爬到了高阶的这种 不管政治 当上政治的明星 或者是享受了九万的 月入九万的 这种政治的关怀 可是问题是说 我们台湾人享受到什么 就ECFA来讲的话 你阻挡了 那现在来讲 你面临的是什么 我们的台湾现在面临的 是不是ECFA会不会断掉 对不对 这个所有优惠设置 老共他们会台措施 会不会因此在520之后 就被停掉 这是我们台湾人自己选择 我们自己就要去面对 然后你纵容 当初这些人去做这些事情 民进党 纵容为了夺权 为了斗争马英九 纵容这些年轻人 等于我觉得说 太阳花学影 如果说用大陆来比照的话 可能大家不晓得 我觉得有点像共产党那时候 闹红卫兵一样 就是纵容一批红卫兵去闹事 然后为了斗争某某人 毛泽东为了斗争某一个林彪 或者斗争周恩来 斗争这些人 然后纵容这些年轻人 利用年轻人的热情 去斗争这些他的政敌 那时候很明显 就是在台湾的太阳花 等于就是大陆上面 他们红卫兵造反的 一个事实的一个重现 但现在成就的是少数的这些人 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到哪里 到大多数的人 那时候参与太阳花学院 共产立法院的这些人 你回头去看 对不对 不是有些人是甚至于 郎郎入狱 或者是名声败烈 我觉得没有什么人 除了这几个月外 没什么好下场的 好 蔡委员 所以现在你看 我们在立法院 我们期待的当然就是什么 真正能够监督这个政府 这个官员的战将们 而且现在是女将 你看光是在今天 哇 这个陈玉珍 来个大环抱轮墙 伺候谁呢 伺候民进党的吴思瑶 然后另外你看陈廷飞 还在那里什么 在那里因为他就是 那天他改书面质询 就跳过了他 陈廷飞还没酸 你好大我好怕 王洪威就出来了 王洪威说 你是妈祖你最大 暗奉陈廷飞以前去演 妈祖客串演出 委员 在立法院的工房 就是每天都会上演 有开会 有冲突 有议题 大家都会要去争取 这个制高点 吴思瑶这也是 算错算盘 第一个 你说要王毅民 不能够当主席 那你找民进党立委 来提案 他来表决 他不走这个程序 他用闹的 好你用闹的 结果没想到闹一闹 被这个陈玉珍 环抱就抱出去了 照道理 如果真的有那么伟大 要把这个主席 王毅民给弄下来 你被抱出去 你就要再爬进来 表示你的勇敢 没有啊 对不对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艺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